救难人员站在成了废墟的屋顶 要救人得先清除 断源残壁 老街区住宅大楼有一半被炸毁 许多单位天花板整个塌陷 房子结构被破坏 除了要派出大批消防员 直接出入大楼 依怕结构严重受损的大楼承受不了 21台单架上下楼梯也有困难 大型吊挂机具再次出动 救援疲于奔命 跑完这栋楼还有另一栋楼 26号清晨6点半 乌克兰首都基普连续四次爆炸 接着空袭警报声大作 警告俄军轰炸机在离海周边 发射14枚远程飞弹 针对大基辅地区和市区 基辅几乎是多点起火冒浓烟 甚至连幼儿园一旁 都被炸出一个像火扇口的巨型大坑 基辅这次是从6月5号 二十几天来的罕见被空袭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 过去24小时内发射了62枚飞弹 二军连环轰炸 选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峰会登场 而且还几乎是乌克兰全打 从基辅到乌克兰西部 北部军事训练中心 连乌克兰东部的北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州完全沦陷 原本超过十万人口的北顿内刺客 现在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乌克兰声称撤离北顿内刺客 是战术性撤退 但是面临的是俄罗斯军队持续攻打 北顿内刺客和对岸的利息 常思客 近新闻五落营彭新义 王启帆报道